美國共和黨大會24號將正式啟動 大會主題是《紀念偉大的美國故事》 將突出美國的偉大、機遇及川普國感的領導力 和本週民主黨大會不同 這次會議除在線部分之外 將有更多現場演講和觀眾互動 週一 大會將正式提名川普為總統候選人 他將在當天親自到訪北卡州 週三 副總統彭斯將在美國國歌誕生地 麥克亨利堡接受提名 並面對現場觀眾發表演講 週四 川普總統將打破慣例 在白宮外草坪接受提名 據稱現場最多將有1500人出席 這次共和黨大會演講人 將有尼克亨利在內的多位黨內新星 還有去年在國家廣場 受到原住民激進分子挑釁的高中生 桑德曼以及持槍面對闖入私人社區 黑命貴騷亂者的麥克洛斯基夫婦 這些是真正的人 真正的故事 正常人們將會遇到 他們擔心自己的安全 和家庭的安全 這就是他想要做的 他想要強調 他比較是外國人 而不是外國人 應對中共將是共和黨大會一個重要話題 專家認為這關係到美國經濟和疫情 也將凸顯出川普和拜登之間的重要差異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